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沐青 洛亚采访报道 中共新一轮整风运动专家 习执政面临危机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宣布从4月份至7月份展开 为期三个月的全党党籍教育 并要求深化对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理解 做到所谓入脑入心 学者分析 这是新一轮的整风 洗脑运动 但很难见效 也凸显了习近平强烈的执政危机感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毅 对大纪元表示 中宣部 中组部 中纪委这些机构 要证明它的存在感 要向上邀功 向习近平邀功 习近平通过这样的一个整风 确立习近平的思想 领导地位 他说 极权主义的党 就是不断地通过整风 清洗去巩固权力 扩权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习想跟毛学 不断地整风 现在它的危机感更强 它就更敏感 这是中共的基因 制度性问题 在中共党史中 整风运动不断 有大 有小 从延安整风 关起门来脱产稿 连续性的小整风运动到江泽民 有三讲运动 胡锦涛的共产党保鲜运动等等 但到习近平相对更恶劣 他跟法律上的惩罚连在一块 跟反腐连在一块 就是刺刀剑红 冯崇一说 此次 三个月的全党党纪教育中 强调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 防止低级红 高级黑 冯崇一表示 党纪教育就是形式主义 现在人们心里都不服 他说 高级红就是你做的 好像是给他戴高帽 歌功颂德 崇拜他 其实是把他讲得很荒唐 变成笑料 人们照理应该操家伙揭竿而起 但没有勇气去操家伙 就用笑料来自得其乐 搞这个整风 那个学习 都是学习习近平 都是形式主义 但是我就把它点名了 我就反对形式主义 有人会心一笑 明白着知道又来形式主义了 还喊着反形式主义的 搞新的形式主义 这样大喊大叫 够黑的 这其实是很典型的 低级红 高级黑 现在中共官员们很窝囊 很平庸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 搞形式主义来糊弄习近平 保护乌纱帽 习近平的危机感很强 但问题是 还没人揭竿而起 只是把他当笑料 但他杀人是真的 整人是真的 他越有危机就越整人 冯崇毅说 习的执政危机感 法律专家 独立时评人于平 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整风从来就是共产党说的 党的建设的一个部分 共产党是统一思想的 整风让他去跟中央保持一致 遵守纪律 从管理角度讲 是洗脑 驯服人 共产党历史上做过很多 习近平上任以前也做过 于平认为 现在不是特别提到要忠于党 核心是所谓习得护他的核心 他做法上的两个维护 他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 只是这种运动表明 过去那个做法还没有落到实处 2018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 提出两个维护政治口号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于平说 对共产党来讲 对党员来讲 大家对习的认同度并不高 特别是高级干部 就有必要经常性的 通过这一类运动 纠正全党 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行为和思想 去年中共高层发生很多事情 2023年7月 中共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 被免职 10月24日 李尚福被免去国务委员 及国防部长职务 7月25日 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 同年10月24日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 于平认为 这些问题可能让习感到 现在就是要开始做这种整风 洗脑的运动 不像法治国家 以法律等比较稳定性的方式 他这个属于帮派活动性质的组织行为 进行肃清行动 他表示 习上任的这12年多时间 有过很多不叫做整风运动的整风 包括挡箭 这次可能是前面做得不到位 或者又开始有反复了 大家开始的时候可能听话 现在开始又不听话了 应该说 过去这几年 特别是新冠开放以后 习近平的权威有巨大的损害 于平说 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 导致国家整个经济衰退 整个经济的破坏性 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巨大的困难 2022年12月 习近平结束了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 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繁荣 几乎所有经济指标 物价 CPI 消费 服务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 进出口都不尽人意 没信心成为过去一年的高频词 2023年12月份举行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 有效需求不足 社会预期偏弱 国内大循环 存在毒点等等词语 印证了这一点 于平说 所以党内的这些人 对他的看法应该说有相当大变化 这时候就有必要再进行一次洗脑运动 他搞整风也好 学习运动也好 纠察 自查自救运动也好 搞了一大堆党内弄的很多口号性的东西 心理暗示也好 心理纠正也好 实际都是对人思想的控制 这种行为反复做 频率越高越没有效 人类对同一种信念 他的耐受性是比较低的 一直用这种方法去做 其实人们内心是不认可的 只是说外表上表示服从 于平解释 毛年代整风是在封闭环境进行的 还有恐惧 很多人害怕 所以心里有疑问 嘴巴里不敢讲 但习近平跟毛处在不一样的社会环境 他没办法把中国人封闭起来 虽然中共有很多措施 管控信息 但通过网络 翻墙 他没法控制 对他的部分知识分子和高层干部 这种封锁更没有效 人们对他这种整风运动的耐受性 会越来越强 抗击力会越来越强 他的效果会越来越递减 于平表示 习并不是特别在意 基层有什么想法 一般民众多数关心的是油盐柴米 不太关心所谓的国家管理方面的事 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这种整风 主要是整他的党内的人 去执行他的政策的人 习近平的国安官 于平表示 习的政权危机感不是现在开始 他搞出一个概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 他把国家安全定义为共产党政权安全 这个跟传统的国际上定义国家安全不一样 国际上认为 国家安全指的是外部对国家的危险 它是不管外部 内部只要是对政权造成威胁 就是国家安全问题 此外 他把香港视为共产党政权的危险 他非常荒唐地把普通民众的不满行为 或者一种局部行为 经常放大成对政权威胁的行为 于平表示 即使现在 习为挽救内忧外患的经济 在讲开放 跟当年邓小平讲的也不一样了 2023年11月末12月初 习近平到上海 试图效法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 党媒称习对上海做出重大部署 在更高起点上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紧接着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于平表示 当年胡耀邦提出党政分工 然后又变成赵紫阳说 党政分开 再进行国企政企分开 但六四以后 这个国家又回潮 他说 邓小平92年所谓南巡讲话后 他又开始往前走 所以那个时候 政治上高压党政一体化 没有做下去 没想到习近平到了2012年 通过四五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国家 拉回到党政一体化上了 党政一体化彻底破坏经济组织 所以西方没有一个认真的投资者 一个严肃的投资者 在企业里面 要设立党的组织 然后党的干部和董事会的战友一起维持 这个经济组织就清楚 他把任何组织都用党的工作 党的细胞的方式渗透进去 对搞经济的人来讲 人家完全不敢跟你做下去 尽管西乡搞开放 今年二月份 湖南省委还发通知 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他无非就是用这种方式诱骗西方的投资者进来 他表示 没有那么傻的人 西方也都很清楚 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一些投资在中国没有办法出来 不是因为不想出来 是没有办法 他投了那么多年 他必须要把这些投的钱挣回来 费到万不得已 他不砸锅 所以这点来讲 习要想经济上放开 重新演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是绝对不可能的 除非他放弃大卫 放弃共产党 放弃一党专制 于平说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 RF RG3 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 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十六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